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 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 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 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 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 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 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 你们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 是怕你们灰心丧志 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竟全忘了天主劝你们,好像劝子女的话说 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 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 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 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 为接受惩戒,你们应该坚忍 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如对待子女 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 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供受的惩戒 你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儿子 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 我们尚且表示敬畏 何况灵性的父亲 我们不是更该服从,以得生活吗? 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 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 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为叫我们分战他的圣善 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 而是苦事 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 结出义得的和平果实 为此,你们应该伸直伪弱的手和麻木的膝 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 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 反叫它能得痊愈 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 尽力追求圣德 若无圣德,谁也见不到主 又应该谨慎 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 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 而累积你们 使许多人因此蒙受玷污 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谢圣者 如饿撒乌一样 他为了一餐饭 竟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你们知道,后来他纵然愿意承受祝福 也遭到了拒绝 虽流泪苦求 但没有得到反悔的余地 你们原来并不是走进了那可触摸的山 那里有烈火 浓云 黑暗 暴风 耗筒的响声 以及说话的声音 当时那些听见的人 都恳求天主不要再给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所吩咐的事 即使是一只走兽触摸了这山 也应用石头砸死 并且所显现的是这么可怕 连梅瑟也说 我很是恐慌战力 然而 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和永生天主的城 天上的耶路撒冷 接近了千万天使的圣会 和那些已被登陆在天上的守生者的集会 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 接近了已获得成全的义人的灵魂 接近了新约的中宝耶稣 以及他所洒的血 这血比亚伯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 你们要谨慎 不要拒绝说话的那位 如果从前 那些拒绝听他在地上宣布启示的人 不能逃脱惩罚 何况我们这些背弃由天上说话的那位呢 从前 他的声音动摇了下地 如今 他却应许说 还有一次 我不但动摇下地 而且也动摇上天 这还有一次一句 是指明那些被动摇的事物 因为是受造的 避起变化 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事物 得以长存 为此 我们既然是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 就应该感恩 借此怀着虔诚和敬畏之情 侍奉天主 叫他喜悦 因为我们的天主 实是吞灭的烈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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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